上期我们说到赫鲁晓夫的那个秘密报告 有人一听说呀 哎呦 这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批判 那你这不就是捅了篓子了吗 从苏共二十大后啊 整个世界里边社会主义阵营 那可以说用血与腥风来行 这个篓子真的捅得挺大的 那到底赫鲁晓夫 为什么要捅这个篓子呢 这赫鲁晓夫啊 他是出身其实挺普通的 也不是什么真正的那个 叫做什么 跟红妙正的啊 他十四岁的时候呢 就已经打工了 开始做的是一个前工 他能一步步走到这个权力的顶峰啊 绝对离不开自己的努力和钻影 再加上斯大林的提拔 斯大林生前啊 赫鲁晓夫就经常的对别人说 那就是我的生身父亲 哎呃 属于什么呢 就是那种就是你知道吗 我爸是谁就那种的啊 我爸就是斯大林就那样的一个人 到处说斯大林就跟他爸 斯大林晚年呢 经常就在自己的那别墅里啊 开party 哎 他他就他他爱熬夜 你知道吗 白天睡觉 呃 一般呢都是就是把他的人啊 这帮人就是白天工作完呢 困得不行了 晚上还得等着 不敢睡 为什么呀 斯大林这时候绝对会叫人一块吃晚饭 一边吃一边喝酒 完了呢 再讨论一下国家大事 经常啊 是差不多喝的有点那个醉的时候啊 这斯大林啊 就让赫鲁晓夫站起来给大家跳个舞 据说啊 这个他赫鲁晓夫啊 跳这个乌克兰的那个民间舞蹈啊 还确实跳的不错 可是你想啊 那都不是都老头了 那个挺着个大肚子 在上面再跳个乌克兰的那民间舞 你感觉就有点那么 让你出糗的那种感觉 这个 有人就说啊 说咱们这个古训里边就经常不说吗 伴猪吃老虎 这赫鲁晓夫就属于什么呢 就是醒的时候可会拍马屁了 醉了呢 还得当消丑 这种人啊 其实真正你要得提防 这种人是绝对有臣服的 可怕的很 而且是非常的可怕 后来啊 他能登到这么高的地位 真的说明他扮猪吃老虎 扮得相当的不错 哎 你能看出就是 我们周围很多啊 这个上来的这个 尤其你看看哈萨克斯塔 现在那总统谁会想到 他能够做到现在 这一切啊 又是取消这个总统宪政制 又是这个把各种的总统权力限制住 这个人啊 被这个前那个总统一路给提拔上来 平时话不多 不言不语 所有人都认为就是一个小技术官僚 哎 而且挺听话的 所以啊 这个前面那总统呢 就一直觉得这个将来 哎 我把他扶上来以后 还是我说什么 他听什么 结果你看看 就是啊 前几个月吧 那家伙老的那个一跑了 他一上台 这个就变老虎了 像他这样的人啊 你就能知道 就是早年有多卑微 那他登顶后就对你有多怨恨 那清理以前的老上级 那还用手软呢 那简直有情可言不说吧 可能这手段 还相当的很彻底 现在啊 最多的一种说法呢 就是赫鲁晓夫之所以清算斯大林 真的就是私人恩怨 哎 就是 不报仇都不行了 其实也 我觉得啊 也不完全是 就因为他呀 在这个党内的微信 其实并没有那么高 而且他的对手 你像那个 那叫什么来着 哎呀 那可可波那头 哎呀 我这脑子 不说 哎 反正就是 贝利亚贝利亚 那都比他又能干 又又有权力的 他怎么能够在这个党里边 竖威呢 他要想竖威 他必须得说前面那个不争气 我现在做的是这个 哎 我把他拨乱反正 再加上啊 赫鲁晓夫 他确实有一个特别不称气的儿子 从小啊 就是在街上就是一小混混 哎 据说还加入了什么黑帮了 反正啊 就是总干点缺德事吧 结果呢 就被抓住了要枪毙 赫鲁晓夫呢 就开始动用自己的 所有的这个权力啊 就想保儿子一命 当时啊 正好打二战了 他一想得了吧 我呀 我让你上前线总行了吧 你就总不至于给我枪毙了吧 就让他的儿子呢 去当了飞行员了 结果啊 这公子哥吧 真的不行 这真是扶不起 又跑到小酒馆里边喝醉了 跟几个水兵呢 又争风吃醋吧 也不是什么比赛枪法什么的 反正啊 就是人家顶了个酒瓶子在头上 让他打 就干这种事 结果呀 你想想 他真的就是 那个打不准 他真把人家脑袋给打爆了 唉 你说吧 他爹 赫鲁晓夫 干爷爷 斯大林 可是呢 你想想 这个 让你已经 这个网开一面 让你上前线 代军义工了 结果呢 你还给我惹出这事了 说实话啊 当年有一些这个老干部啊 我反正周围见的 我过去的那个院里边那些 老干部啊 管儿子管的是真言 真的是一点都不带那个手软的 而且他就觉得呀 这不成器的啊 能不要就不要了 特别的铁面不思 像朱德的孙子杀了一个 抓了呀 后来也就是说 后来就说 留个根吧 再不然没了 唉 这才算 要不然都得毙了 就按着当时严打的标准啊 我就说 我有一闺蜜啊 也是因为这个 给 非得让他说 你就说他 啊 那个 是 天津的那个孙子 唉 说他强奸你 俩人谈恋爱呢 你知道吗 咳咳咳 他说我们俩谈恋爱呢 他强奸我什么呀 但是好多人就是等于直接就说 是谈恋爱呢 签了字 结果就 笼络了二十多个名字 你想想当时你比如说啊 包括他自己都说 一个女的一来了往那一坐一看 哟 朱德是你爷呀 你是朱德的孙子 你想那女的能走吗 是吧 还用得着强奸吗 哎呀 没有法 但是人家也讲个法 签字了 那女的签字了 反正就是我这闺蜜呢 她就没签字 没签字呢 就把她也关了差不多二十多天吧 后来人家爸给他保护来了 完了就软禁在家 不让出门 哎呀 说哪了 说到这个斯大林 克鲁晓夫那儿子 哎 你想那斯大林的那儿子也是啊 不是也是跑到那个德国上前线去了 结果不是也是当了战俘了 哎呦 斯大林觉得自己那脸都过不去了 按说你说你不应该为国捐躯吗 对不对 你是这个抗法西斯的头头的这个儿子 你怎么能这样呢 你居然还敢投降 是吧 因为啊 这是大干部的公子嘛 哎 你现在等于成了德军的一个人一看 哇 斯大林的儿子太有价值了 我能拿他换多少人回来呀 这德国人直接就跟斯大林不叫板了吗 斯大林当时啊 还出动了最顶级的特务 加间谍特务 想把这个孩子给救过来 还真救回来 军人呢 被俘投降 在哪个国家 尤其是像咱们这种东方的国家啊 就直接不就是就地正反吗 这赫鲁晓夫就为自己的儿子啊 当时就给斯大林跪下了 痛苦流涕 说你保住我 我就这么一儿子 你给我的根给我留一下吧 你要说斯大林要能心软啊 那就不是斯大林了 你想他对自己儿子 他儿子恨他恨的不行 哎 到死都没原谅他的爹 结果斯大林就亲手签发了枪毙小赫鲁晓夫的那个命令 这下你就再也惹不出事儿来了吧 你就直接就碰碰了 后来啊 有人爆料说呢 这个赫鲁晓夫就是那个秘密报告啊 问世之前 他就跟他的亲信说过 就是要把斯大林变成僵尸了 他也要鞭尸 要为他的儿子报仇 我觉得啊 这种说法 不对 真的不对 克鲁晓夫毕竟他还是一个政治人 就这种私人恩怨在政治上 绝对不占 那个大部分的原因 你不能够用这个人之常情去揣摩这个政治人 他所做的一切啊 都是为了他的仕途 为了他的权利而服务的 应该说就是斯大林死以后啊 各种的矛盾已经到了不得不解决的那个时候 你这时候要不弄出来一个尸体被边 让大家去边打一下的话 你后边都干不了了 你下不去 因为你没一个像斯大林那么强势的人物了 尤其是啊 你像那种当时那俄罗斯遍地的那个劳改营 那劳改农场 那里边可关着几百万人了 而且都是莫须有的罪名被关到那了 你总得给个说法啊 其实啊 真的说 这个清算斯大林 他真的还不是赫鲁晓夫开始的 当时斯大林刚死了以后啊 有一阵子这个苏联的政权是在 马林科夫手里边的 这个时候呢 马林科夫已经开始搞一些平反啊 这个把人都这个一个个的弄出那个冤狱的这个行动了 后来呢 不是贝利亚到台了吗 本来呀 想着把这些恶果啊 那个时候马林科夫可不敢鞭打这个斯大林嘛 他只是说这都是贝利亚干的 可是呢 你想想贝利亚啊 你那点小官 你那小身子板 你扛得住这么大的罪 你弄出来没人信呢 你想想得多少冤魂死了呀 你要为了平息这些矛盾 那你只能够把斯大林给弄出来 所以啊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剥皮呀 这是必然的 你要用三期开啊 绝对没戏 没有人能够接受 其实也因为这样呢 后来在赫鲁晓夫那个年代啊 确实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开始有了很大的变化 进步了不少 这个东欧阵营啊 斯大林这一弄了以后就乱了呀 这时候呢 苏联国内的反对派 也开始集结成党了 也公开的对赫鲁晓夫呢 也开始发难 赫鲁晓夫啊 是在斯大林身边长大 虽然说他打倒了斯大林 但是斯大林的手段 他还是能够知道 我怎么能够把他发扬光大 哎 不是白跟着斯大林的呀 所以呢 就是任何反对赫鲁晓夫的人 立刻就成了反党集团了 直接就被他给清理了 应该说赫鲁晓夫的上升之路啊 不不惊心 好在呢他就是有这个老大 有一个这个朱可夫 也就是当时的国防部长支持他 这朱可夫对他的帮助确实是太大 也就是说呢 赫鲁晓夫通过他把这个苏联历史上啊 一直不断的说的反党集团 哎 只要是你这个党有多的 多少年的历史就有多少年的反党集团不断的出现 反正就是通通给处理了 只要是不合我心意的通通是反党集团 到了年底呢 这个赫鲁晓夫啊 又觉得不行 这朱可夫 功高盖主啊 这哪行啊 哎 又想了个法子 把这个朱可夫的职位也撤灭了 这下赫鲁晓夫才算是真正的坐稳了大位了 那个时候啊 咱们的这个主席啊 毛主席 这时候在这个共产国际这个里边啊 应该说地位已经开始了 无断的提高了 那气场也是相当的强大 赫鲁晓夫每次来这个中国回去啊 都是心情相当的郁闷 大概是啊 这个咱们毛主席大概在俄罗斯去苏联的时候啊 受气真的受大了 可是呢 就是因为大概也恨那个 我这举着斯大林旗子呢 你能不能把斯大林旗子给我弄倒了 我不得收拾收拾你啊 所以这赫鲁晓夫啊 每次回去都郁闷的不行 好在呢 他呢 哎 一去美国 这信心就找回来了 在美国啊 据说这个北极熊 哎呀 大家都跑过来围观啊 觉得哎呀 总算是这个 有变化了啊 这个铁幕之下 是不是能够有所改进呢 而赫鲁晓夫呢 也借这次这个访问呢 看到了他们经常听到的那个美国 也就是说呢 传说中的那个美国标志 什么玛丽莲蒙露啦 可口可乐啦 可是呢 这个赫鲁晓夫啊 他对这个美国的这和平善意啊 俩人恋爱期太短 没坚持多久 哎 就开始进入这个厌恶期了 六十年代的时候 他又整出了一场 惊世的纠纷 也就是六二年的十月的一天呢 这个肯尼迪正好收到了中情局的一个消息了 说啊 U2飞行 飞机 经过侦查 古巴那儿发现导弹基地啦 这个时候啊 谁都没注意 这古巴什么呀 好多好多你问啊 经常的那美国人 那年轻人真的不学无术的 你经常一问他 他都不知道古巴 古巴哪个国家 就这么一个小国一下子就被全世界给热切关注 这个古巴呀 它是一个在那个加勒比海西部 也就是一千六百个小岛组成的一个岛国 群岛国 它可离这个佛罗里达啊 最南端大概近的也就二百公里 二百公里的话一个多小时到了 碧海蓝天 哎呀 加上那个姑娘啊 也都长得好看 一直啊 美国人就把那儿当的这个度假圣地 哎 觉得是自己的后花园 有点像那个克里米亚 苏联队克里米亚 哎 因为你看那黑海周围那儿啊 盖的全是一个一个的小别墅 一度假 因为不是北边冷了 全跑那去 一九零二年的时候呢 古巴不是宣布独立了吗 哎 脱离美国了 这美国呢 就一直 嗯 舍不得 那么好的小媳妇 是不是 我们还老到你那儿度假呢 对不对 所以啊 一直在古巴呢 就在那儿扶持这个亲美的势力 美国人绝对没想到啊 这时候突然间这个地方出来一牛人 叫卡斯特罗的 我家伙 这家伙 那就不得了了 那是霸气的不得了 直接在这儿成立了一个地球上最有气质的一个国家 古巴共和国 这个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你想想你在这个后院里边啊 你美国人天天在欧洲那儿反共 你没想到家门口也来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这美国人我看一下就晕了 这就开始大力的就在那儿收留 被推翻的前政府的那些流亡分子 然后亲自培训他们 完了以后啊 整了一个那个军队 但是啊 估计啊 这些人呢 也就跳跳桑巴什么的 扭扭屁股 哎呀 反正就是回去的时候呢 打仗那叫一个臭屋 61年4月17号的时候吧 就是这些学成归来的反政府军队 就跑到那个古巴的珠湾那儿去登陆去了 这美国人轰炸机啊 也帮着一块啊 哎呀 在那儿助阵 没想到这帮人呢 一个是不成 不成气候 另外呢 另外呢就是 也就1500人吧 你打个屁呀 也就三天吧 差不多 就等于就剩下50多个人 被美国七手八脚的啊 给救走了 剩下全部被捡 中安事件以后呢 这个卡斯特罗一想了 哎呦 这可不行 我得找个靠山 靠美国可不行 这就一直想给我推翻下去 你想当时这一看这世界上啊 全世界那肯定就是苏联还能向着我了 于是这卡斯特罗跟那个赫鲁晓夫就一见钟情了 哎 就不是好多你看着那个俩人见了面呢 就是亲吻的那个照片和那个画 哎 一说起来你们亲的就把这个说出来 就说的是五八和苏联 进入六十年代的时候呢 这时候冷战也是不断升级了 双方的这个互相啊 你妈呀 我来呀 你就不断的升级 因为这个北约组织啊 就是专门针对的就是苏联 这时候等于说美国的导弹已经部署到了土耳其和意大利 这么近的距离了 那你苏联人你想我任命等死 不可能啊 所以啊苏联一想得了吧 我离你太远 得我找一个吧 我找一个近的 找一个近的这时候就正好 碰到了这个卡斯托罗 于是呢 这赫鲁晓夫就想了 我要是在古巴这儿弄个导弹 我短程的就把你打了 对不对 那中程导弹五分钟 五分钟的话打到美国内部 那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国土 我都给你覆盖 这古巴太好了 赫鲁晓夫的这个性格啊 好多人说啊 你看他那个秘密报告啊 也能显示出来 他们就是做事了 相当的鲁莽 没考虑后果 脑子一热 想到的事 马上就做 不做呢 就睡不着觉 一想啊 太好了 就这么干了 这苏联的海军啊 当时还真的算是很有效率的 非常秘密啊 直接就所有人都不知道 谁也没想到 大概美国也没拿人当回事吧 居然就把一批中程的这个导弹 还有几万的苏军 直接就送到古巴去了 就在那开始安装上了 发射装置 踢了喀拉人就开始干了 这个美国人啊 出生建国以来 大概受过伤最大的 就是珍珠港那一回 被日本人给炸的 那还是在遥远的太平洋呢 你想想后来 美国人是怎么报复日本人的 你现在这导弹 就搁到门口了 这美国人是什么的想法呢 可你也说了 你不是还也搁到人家 那个苏联门口了吗 是吧 这就是双标 变形的都一样 这个就是著名的 古巴导弹危机 当时啊 那肯尼比亚我觉得都吓得真的 那都快尿了铺子 一边呢 跟这个赫鲁晓夫放鼓话 一边呢 就派出了强大的这个舰队 直接把这个古巴的海域就给封锁了 而且呢 要求了 就是凡是你去古巴的这船 我一律都要检查 你只要不让我检查 一律给我打沉 这就算是正式宣战 等于就是北约 全部进入了战争戒备 美国的各种导弹啊 也都蹭蹭蹭开了门了 都露出头来了 这一场的大战 一场的核大战 一场的全人类的浩劫 一触即发 离战争最近的那一天啊 应该就是10月24号 苏联军队这时候啊 还是根本不理 继续向古巴运输导弹 这时候呢 就在古巴的一个海域 就遭遇了美国包围 舰队哗给你围住 苏联的潜艇呢 就受到了深水炸弹的攻击 就浮上来了 没办法了 这个还好啊 真的应该算是 这个赫鲁晓夫啊 你说他这不是鲁莽吗 暴躁吗 这个想起什么是什么 他还真的想起什么是什么 他一想啊 哎呦 不行 这地球都要毁了 还算不错 他直接就选择了一个 掉头 给我返航回家来 古巴导弹危机啊 就被直接的送上了联合国的法庭上了 哎大家就开始骂 都你都你 反正就是因为你 因为你 这赫鲁晓夫就绝对是不承认啊 对不对 完了呢 这个没干 不是我 你在哪逮着我的舰队了 我是不没有 结果直到这个美国人在现场啊 把那个U2飞机拍的那清晰照片 都给在那现场的大展板上 光光光都给你贴出来了 全世界这时候一片哗然 这个赫鲁晓夫啊 这件事 哎 包括他的战友们都觉得 这有点 忒欠考虑 你这一弄不是全球核大战都成了 人类都毁了 你还是个人吗 你跟我们是一阵营呢 你把我们也弄死啊 这时候赫鲁晓夫也觉得局面越来越不好控制 这场这个危机啊 大概持续了13天 也就是几大两大阵营啊 加上都不觉得 包括这共产国际自己的这个 这联盟里边也都觉得不靠谱 所以呢 就双方都做出了仗 美国人呢 也说了 我绝对不打古巴 哎 甚至呢 也把这个土耳其的有一些导弹啊 部分啊 部分的给拆了 这个苏联呢 就是把古巴的那些统统的都给拆回家去 这个算是和平解决了 也应该说呢 也应该说呢是后来啊所有人都反省的一件事 就是大国之间这一种的终极武器的使用 太下了 如果说你这个人脑子一热啊 跟喝卢晓夫似的不干不行 心里难受 给喝多少这个降压药也不管用的 那就下去了 所以呢后来就开始也有了这个 这个关于这个核武器使用的一个预防措施 这点不靠谱的事 没帮了我不说吧 我还一直遭到制裁呢 我弄得穷了吧唧的 好 今天我们先讲到这 下期接着讲 下期见